南京沦陷该谁负责?她问完此话头中期但没挨过1938年春节。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全面抗战的烽火在华北、华东越烧越旺,虽然松户战场经过血战还是丢失了上海、南京等地,华北战场也且战且退,但终究全国已经形成了坚决抗战的意志,粉碎了不可一世的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 迫使其不得不从本土一再增兵。 土、松户战役上海三亿里附近被拖入废墟巷巷战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经过半年多的苦战,1938年1月,国人还沉浸在南京丢失的悲痛和热军制造害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的愤慨中,但新年的脚步还是越来越近了。 土,占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日军。 此时的日军从南京沿金普路北上进攻,企图与华北日军对金普路来的南北夹击,已彻底占领金普路沿线。 但在南京北面的淮河,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贵军,东北军,西北军轮番上阵,让出动一个师团加三个连队,七个大队步兵,还有航空兵,弓兵,炮兵,装甲兵和铁道兵等诸军兵种联合的日军进攻受挫,在伤亡三千余人后与中国守军隔淮河对峙。 。 图,当时的战场态是概略图。 南北夹击计划受挫后,日军改变策略开始,南守北攻,希望从北向南进攻以期打倒会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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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从资博渡过黄河后,韩富举认为日军马上就会攻进金安,居然不是下令加固城防排兵布阵,而是安排军队从黄河南案撤离,并开始将金安财产向河南转移,光是民生银行和金库里就转出15000两黄金、3万两白银。 图,12月24日,韩富举撤出金安。 所部奉寒致命,放火焚烧机关法院火车站等实行交图抗战,图未被烧毁的省府。 其实韩富举倒不是贪财怕死,当年他19岁离家闯关东参军后在北伐战争中一路过关斩江,吕军第一个打到北京城下,被称为非将军。 主政山东期间,他澄清立志,禁烟,剿匪,大力发展教育,建设模范西乡村,起到积极作用。 图,韩富举 韩富举坚决不会向日本人妥协,因为日本人蛊惑他参与,无省三世自治,时被他断然拒绝,并且拒绝日本人以任何形式进入山东。 他曾跟蒋介石讲,我绝不能和日本人搞在一块。 图,侵占金南火车站的日军。 那么,为什么韩富举撤退会如此不堪?其实这是当时典型的军阀思想作祟。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仁亲赴山东和韩彻夜长谈抗战形势时,韩富举认识到了抗战的长期性,但他得到的结论不是该如何带领军民抗战,而是自己的队伍段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短时间被消耗了保存实力就成了他的头等大势。 图,韩富举在金南的别墅之一。 韩富举的部队不战而退,让千余日军兵不屑任占领金南。 退到泰安,韩富举仍觉得不安全,又继续退到金宁,连李宗仁都受不了,在电报里几乎是在用球的口气,请他在金宁和大运河处手一手,但韩富举却回电,举不能守金宁,如举不能顾守金南燃。 图,日军踏上金南城墙。 面对不然大怒的李宗仁,韩富举自有说辞,你不是持久抗战吗? 韩某人这是考虑保存现有实力刺激反攻的战略目的,于是他又毫无底线退到了巨岩和朝鲜。 韩富举会不会刺激反攻,不好说,但保存实力是大实话。 图,李宗仁。 短短二十来天,日军仅一个办师团,在没有什么损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徐州以北门户大开,第五战区在徐州附近的作战部署也彻底大乱。 图,正在修复黄河铁桥的日军。 蒋介石也不再忍了,虽然在中原大战中韩富举没有跟着自己的老领导冯玉想,还未讲出了不少力,但如此不战而退,蒋介石不做点什么的却难以扶重。 蒋介石在开封召开会议,韩富举犹豫再三还失去了。 蒋介石在讲话中愤怒了,而且明显冲住韩富举。 有些将领把国家的军队视作个人私有财产,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一味保存实力,不肯抗击的人,只顾佣兵自重,不管国家存亡,不听命令,自有行动,哪里安全就向哪里撤退逃跑。 图 韩富举与蒋介石 韩富举是个暴脾气,当面就扛上了,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 蒋介石面不改色,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 后来韩富举被劝出会场,在外面就被逮捕,被押解到武昌审判。 图 开封双龙向牛敬亭旧宅,相传为韩富举被扣押地点,其卫兵还与蒋士兵发生激烈枪战。 1938年1月23日,韩富举因违反战事军律,被齿夺陆军二级上将员官籍,切荣誉勋典,免去省府主席及兼职,交军发审判。 经审讯,韩富举被判死刑,其罪状如下,一,不遵守命令并弃国土,二,强迫武昔人民购买鸦片,三,强征捐税,四,侵吞供款,五,收缴人民武器。 图,无论各种史料怎么讲韩富举之死是由于和蒋的矛盾还是其他阴谋,它让日军不费一枪一弹进战金安一向,其难此其咎。 图为金安城内的日军。 1月24日晚7时,那月23,韩富举被人从住处带出,在下楼时他意识到情况不妙,谎称要上楼换鞋。 这时便被身后敌士兵突然开枪处决,尽头部集中气弹。 企图已退避日军保存实力的韩富举,没能过完这个春节。 图,当时春节的百汉船节目,韩富举没能看到。 图,当时春节目的情况。 图,当时春节目的9月27日。 图,当时春节目的了。 图,当时春节目的。 图,当时春节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